有东方诺贝尔奖美誉的糖奖 9月25号举办第二届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精心筹备当晚的迎宾盛宴 设计以糖诗诗句入菜的菜色 要让得奖者和国际贵宾 品尝台菜的精致和美味 从第一届开始 那就有从糖诗的这样的角度 跟糖草去建立一些关系 然后把它带入我们的 这个诗材的设计里面 中秋节9月中旬快到了 用李白的诗 用旺叶还有灯楼宴 来做整体的规划 糖尔奖这个碗叶 不只是美好的碗叶 它同时是代表了我们国家 我们希望世界各地得奖的贵宾 到了台湾来 能够品尝到我们台湾的美食 本届糖奖盛宴 主题定为望月灯楼 十道菜肴分别从举头望明月 和更上一层楼两句唐诗 各取一个字发想命名 像是餐前饮品举杯腰月 以阿里山爱玉洞 搭配金极切片 全是月圆美景当前的意境 整套菜单严选台湾17个县市 在地当即的好食材 呼应糖奖永续发展奖 减少碳足迹的精神 主菜设计从澎湖的龙胆石斑 嘉义东石的海草虾 到高雄岗山的羊肉都端上桌 拼盘则结合各地知名的特产和小吃 让外国宾客不用跑遍台湾 就能一次吃到到底的宝刀美味 我们采用新竹的放餐机 搭配客家元素的吉酱 让贵宾们在国外吃不到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味道 樱花虾其实在其他国家都有 但是以产量跟品质最好的 还是台湾的屏东 接到这个任务我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能够把台湾在地的这些美食 把台湾味台湾的人情味 古早味把它推到国际舞台上 主办单位透露 当晚也安排幽人神鼓表演 让两年一次的堂奖盛宴 不只是一场美食体验 更是一场结合视觉和听觉的文化饗宴 主要社记者洪黄军王一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